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V生命灵术,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术九宫格当中 258这条连线在关西当中 他在亲朋好友还有亲密的另外一半相处上 他的内心渴望以及他的行为特质 258这条连线呢,他的主导是从心出发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主导力在关西的面向当中呢 他也代表的是奋不顾身以及没有质疑的心 258的话呢,他也包含了有二这个数字当中的敏感 冷静,还有他高分析的这个能力 还有五的舞台魅力演说的能力 还有他不受居限的特质 再来呢,也有八这个数字当中的积极学习 然后掌握细节,追求成功的要素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数字的特点呢 我们会把258叫连线在关西相处上面呢 称作勇往直前线 他们愿意在关西当中呢 扮演最佳的拉拉队 甚至是最强后论的角色 这个啊,跟二这个数字当中 敏感,还有追求和平 还有五这个数字呢 坚持自我不畏惧 最后还有八的这个数字 当中追求成功 愿意付出的综合特质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258连线人在面对关西相处的时候啊 是一个主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感受和心意的人 所以我觉得有258连线人在感情中 是一个愿意且享受付出的角色 我觉得你们在关系相处的时候啊 会不自觉的 其实也没人逼你 你也没有觉得痛苦 你就会把自己的顺序默默默默的 移到比较后面去 你就把别人放在前面 这个呢 跟你们平常哦 不轻易为任何的人事物妥协的个性 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如果不是跟你谈恋爱的人 你有258连线人 其实你是非常直觉的 你喜欢或不喜欢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有258连线人的人 一旦是被你喜欢了 就是被有258连线人的喜欢 你就会开始把自己放在比较后面 把别人放在前面 是因为啊 你们本来就是一个 只要是自己认定的对象 你觉得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应该的 因为你的改变是要换来 一个稳定 且可以有长远相处下去的一个可能性 有258连线的人啊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亲朋好友 甚至是长官 当然还有另外一半 其实你们没有那么在乎面子 然后你们觉得说 面子跟自己需求 并不是在关心相处的第一位 可以愿意先把对方 放在第一优先的时候 知道对方要什么之后 再来重新盘整出一套 你们觉得合适的相处方式的时候 对你们来说 如果能够通过行动的方式来去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和十足的诚意时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很幸福且很温暖的 有258连线的人在内心当中的想法是 今天我既然喜欢你 我就应该要疼爱你 基本上是包山包海的疼爱 各式各样的面向他都会把它放在心中 因为如果对方是快乐的 基本上他就觉得说他更有机会去谈一个快乐的感情 所以他就是什么都退让 他不会有任何事情踩到他的底线 一定人都有底线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有258连线人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反差度是非常大的 跟他们平常把你只当朋友 甚至是他觉得他不在乎你的时候的那个冷酷感觉 其实是差很多 所以他的热情的那一面 只有自己人看得到 有的时候对有258连线人的那个评价差很多 有些人会说你在说谁啊 你跟我在讲同一个人吗 就是看你跟他熟不熟 还有你有没有机会看到他窝心的那一面这样子 所以呢有258连线人在年轻的时候 他的排列顺序会是亲情友情爱情的哪一个的排列顺序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我忘了我没有在做直播节目 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们会先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然后是友情最后才是亲情 特别是他们年轻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他们一直想要展现是自己能够爱人的能力 很专一不计较 但是他们是会把这样子爱人的能量 跟去展现自己特质都放在 想要给另外一半还是朋友的身上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理解 大家在年轻的时候 本来都会是比较多向外去 找寻认同感跟所谓的价值感在哪里 但是有258连线的人 其实他们不是不在乎家里的人 而是他们知道说 家人是一辈子的 只要他一转身 他就能够感受到家人的力量 以及他知道家人永远在那边 所以年轻的时候 他们确实会把比较多的精力 放在爱情和友情的投资 有258连线的人 你们随着年纪或是经历了一些 感情和友情的这种伤痛之后 你会渐渐开始重新扯去审视 亲情友情爱情的比重 甚至是顺序 内心当中 你们想要的这个理想伴侣 是希望对方能够像家人一样的 永远不离气 以及能够像朋友一般的无话不谈 并且希望能够一直长保 爱情当中甜蜜浪漫 其实是你们在整个关系相处当中 一个最真实的渴望 但也因着你们期待的面向 其实蛮多的 所以有的时候在面对感情和关系的时候 你们有的时候真的比较容易退到无路可退 就是像刚路人甲说的 他是不是就是完全都没有底线 某一个程度 我觉得我必须回应路人甲 他有可能 而且几率是偏高的 因为你们觉得 如果可以的状态下 我只要再退一个 我就能够获得 那那个获得的 如果是我很想要的 那我就退吧 因为退没有那么难 要的东西其实是要靠别人给 所以你会觉得你的掌控性不高 但退这件事情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258连线在面对感情 甚至是很亲密关系的时候 很容易像傻子一样的被欺负 但我觉得我要帮有258连线人说的是 因为那是一个控制的问题 因为他还是有8的这个数字在里面嘛 所以变成是说 当你不能控制别人给不给的时候 但你只要知道你退 就有机会拿的时候 那他们通常就比较容易愿意退 我自己觉得有258连线人 面对感情人说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 他们一下像小女人 一下又像大女人 一下下小男人 一下又像大男人 他们这样就是一个综合体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就是愿意毫无保留 把自己的真心交给对方 然后希望尽心尽力地达到对方的期待 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对方眼中那种完美的人 在付出真心的同时 其实258连线人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 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在给的时候 他是知道他自己给得起 他也扮演得起这样的角色 所以他可以一下是像小孩 一下又像成熟的女人 一下又可以跟你当哥们 一下又可以跟你成为可能商业讨论的伙伴 他觉得他自己在各个面向 都有十足的自信和能力 去成为你可以交流的那个对象 所以就要跟 正在跟258连线相处的人 捉迷一下下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多面性 其实是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自信 他们真的就是能力还不错 258连线人相信就是说 在他这样一点一点的 这个付出的过程当中 以及他的自信展现 就能够让对方离不开他 这么有能力的人 方方面面都能够成为另外一半一个很重要 得力助手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那你应该不会想要抛弃我 想要特别跟258连线人说 你们一定要在感情当中 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因为你们真的很容易遇到渣男或渣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太坚持了 你一旦进到感情里的时候 除非是你自己决定要醒 要不然通常你会醒的时候 都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因为258连线人跳进感情的时候 的那个执着力其实是蛮惊人的 所以别人提醒他他也不会 其实不太愿意 他就是会觉得说 好你提醒我是个事实 没关系 可是我可以去改变 他们不是说不听 他们说都我也知道啊 比如说你可能跟他说 你不会这样子啊 这样长远来说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说哦好 长远会这样子 他只听到说长远会这样 但是他就自己去想一个方法去改变 比如说再去退 或者可能做出更多 让你觉得很傻眼的事情 有258连线人 真的拜托慎选对象 不是说别人不用慎选 而是他们更需要 是因为他们太容易 进到感情的时候 会把他的一切的聪明都丢掉 他只focus在一件事情是 我只要对方觉得我是好的 我一定有方法 跟我一定可以做到 方方面面都让对方 是觉得我是很棒的 有258连线人 陷入爱情的这个漩涡的时候 其实是蛮让人心疼的 所以建议要跳下爱情的漩涡之前 一定要多花一点时间去观察 甚至是让你也信任的朋友 去看一下那个人 然后给你一些比较真诚的意见 因为你只要在还没有踏进去之前 其实你是蛮励志的 但一旦进去的时候 我也鼓励你们用尽全力的去爱 这样子你也不会有遗憾 只是就是说要提醒 有258连线的人 要适当的抽离自己 去看一下这段感情的过程当中 一切是否是合理的 还是有的时候是你过多的 一厢情愿 导致你可能在未来 有更容易受伤的 这个可能性这样子 好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呢 生命运术九宫格 258连线当中 在关系相处上的一些特色 还有问题节的一些小小提醒 希望能够成为你在关系相处当中的一个祝福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